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突然发现了一具被怀疑是东北虎吃剩下的野猪残骸 由于恐惧 他立刻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当地林业部门 然而当林业部门把这一惊喜发现 转到省野生动物专家卢向东那里时 他最初的反应却是疑惑 95年到99年的全国野生动物调查 在老一林北部就没有发现东北虎的足迹 有的专家就认为东北虎在老一林北部已经决计了 随时这样卢向东还是立即赶往了现场 然而仔细调查后令他没想到的是 捕食野猪的不仅就是他们一直苦苦寻找的东北虎 而且现场留下的还是一大一小两只东北虎的足迹 既然近十年来老野林北部一直没有东北虎出没 那么十年后首次出现的他们又是从何而来 为什么一经出现竟会是以家庭式种群的形式两相 还有如今在老野林到底还有多少只东北虎呢 老野林是纵卧在黑龙江省东南部和吉林省东北部的一条山西 也是1999年中俄美三国专家联合调查后 人们所知还有野生东北虎残存的三大屈膝之一 2004年12月24日 在吉西市四山林场所发现的一大一小东北虎捕食野猪的现场 就位于老野林的北部 东北虎是森林中的奇舰物种 和其他野生动物一样 选择在何处积析他也有着自己的条件 而食物丰富程度和生静质量好坏 就是其中的两个重要因素 正因为如此 在吉西市四山林场发现有一大一小东北虎活动的第二年秋天 为了调查那里突然有东北虎出现的背后原因 专家卢向东决定前去那里进行一次生静考察 得知这一消息后 我们设置组与其结伴同行 吉西市四山林场是一家原以木材生产经营为主的林木企业 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后 这里开始以森林抚育为工作重点 并把部分区域化为凤凰山自然保护区 随着我们的考察脚步逐渐向森林深处延伸 我们看到2004年曾出现过都北虎的这片森林 虽然历史上曾被砍伐过 但由于在建伐后得到了迅速有效的恢复 由此这里的植被景观现又回归到了一种多样原始状态 在行进的路上 不但各种怒疯的蘑菇不是闪现在眼前 而且一组平时难得一见的林芝也与我们不期而遇了 三个月 我没有听见了 我看到林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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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的 今天这边来 那林芝好碰吗 一般情况下是不太好碰的 但就得走正了反正就碰到了 这就有点过熟了 林芝那个小钱是有点金黄色 完了再变红 像这个还行 那就有点黑了 得达到十多年的树根了 同时我们发现 这里至今仍存有少量树林在百年以上的国家二级树种红松 而专家卢向东告诉我们 这种有红松相伴的真阔混焦林 恰恰是最适于东北湖猎物野猪 西西和觅食的地方 幸运的是 就在我们结束这次考察回城的路上 恰巧就在森林边上碰到了几头游荡的野猪 什么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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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看着呢 快点 别摆过去 快过来 走了走了 好圆灯啊 吓什么心思跳 没事 群主没事 群主一般人 那可不行 这碗不能大意啊 让他们整一口碗 还得整一口碗 还得整一口碗 住在森林边的老乡告诉我们 这些天 几乎每晚 野猪都从山上来到他家地里 啃食苞米或者吃面瓜 就是野猪种量 它的面瓜 叫它野猪吃的 我们就互吃愿吃这个面瓜 为了不错过这难得的拍摄机会 当夜幕来临时 我们已停放在老乡地里的农用车做掩体 开始蹲手前来偷食庄稼的野猪 两个多小时漫长的等待之后 竟有两头野猪打着架 从玉米地里旁如无人的跑了出来 互不相让撕咬了近一个小时 才最终离去 通这次秋季调查呢 我们可以发现 在林场的城里的 为自然保护器之后 这里的环境呢得到了改善 自然呢受到了保护 因为干咬也比较少 你看看我们在林中也发现了林芝 还有野猪 这就说明呢 这地方只可以东北湖进行生存 生境条件的改变 只能说明老阎林北部的 鸡西市四山林场一带 在今天又开始示意东北湖生存 但并不能说明2004年冬天突然出现一大一小 东北湖的具体来路 那么他们究竟是从何而来呢 黑龙江省 鸡西市四山林场发现的东北湖 山市之谜 之所以引起关注 主要原因是1999年 中俄美三国专家联合调查时 再包括吉林浑春在内的老野岭南部 找到了四到七只的东北湖足迹 而当时在四山林场所在的老野岭北部的调查 却是一无所获 那的时候在老野岭的北部没有发现东北湖活动很厉害 当时我们认为老野岭北部的生境条件也比较好 我们作为一个潜在的分部区 就说是它有可能的东北湖还能在这个地区活动 然而在此后五年的继续寻找中 他们却一直未能找到如其所欲还可能存在的东北湖 在老野岭北部我们也一直做监测 也在到处寻找老虎 但是在老野岭北部也没有发现这个老虎活动 但就在这寻找信心几乎殆尽之际 出乎意料的是2004年12月 鸡西市自身临场突然有家庭式东北湖种群被发现 老野岭北部好多年没有发现过虎 这次发现虎是多少年之后又重新有虎的活动 我们感觉到还是挺惊喜的 而后来的事实证明 这次带给他们的惊喜只是一个开始 因为此后老野岭北部其他地区也贫有东北湖出现 但在这惊喜之余也给专家带来了更大的困惑 老野岭北部再次有东北湖出现的地方 是隋阳林业局隋阳镇的新民村 时间是在鸡西市刺山林场 首先发现东北湖后的第二年冬天 2005年12月6日隋阳镇新民村农民陈宝中报案称 他家的这头黄牛昨天可能遭遇了东北湖 结果被咬死了 虽说事情听起来有些蹊跷 但是当地林业部门还是立刻派人来到现场勘察 从遗留下来的血迹 搏动痕迹 以及周围出现的这些硕大爪印来看 工作人员认为 咬死牛的凶手正是主人所怀疑的东北湖 这老虎是地鸣里面吗 地上零去了吗 上零了 由于这是东北湖从隋阳民业局消失多年后的首次出现 为了搞清它的来源方向 于是工作人员开始沿着这趟足迹向山林寻去 但结果他们却发现 这只东北湖在山林里并没做逗留 往上走看在哪拐回来的 肯定是东北湖了 上村哪拐回来的 由于实质夕阳西下 于是工作人员草草结束了当天的寻找工作 然而第二天 当工作人员沿着昨天折而返回的路线 所继续跟踪时 没想到眼前竟然多出了一趟 与原来踪迹时而定型 时而交叉的新的东北湖找印 根据这两天的我们实地调查 这是两只东北湖 比方说这个长宽是15公分 它的这个布湖是60公分 这个长宽是25公分 这个布湖是70公分 所以这可以证明啊 是两只东北湖在此 这个逗留过 呃 现在就是究竟是呃 雌虎或者熊虎 或者是成天虎和幼虎 在有公安专家进一步考证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 那么一个地方突然来了两只东北湖 那么这一现象该如何解读呢 如果这个足迹测量啊 那么它这个长垫大小不一样 那就是两只虎 嗯 嗯 那这两只虎都是磁虎还是熊 根据它这个长垫大小来看呢 这个大一点这个虎 长垫是12.5厘米这么大的这个足迹 这个都很少 嗯嗯 它是一个长年工虎 并且它这个年龄都超过10年 嗯嗯 另外一个虎的长垫是11公分 那么呢 它这个虎我们跟它根据这个足迹来判断呢 可能是一只成年这个实性虎 我觉得好像是第一只虎 把这个牛呢可能是咬死了 嗯 当时那些牛已经逃上了 另一只虎呢才过来 嗯 可能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为什么同一个现场会出现一个公虎和一个成年的公虎和一个母虎呢 那一般情况不说都是此虎带着小虎才能在一起 对一般的情况下吧 是这个此虎带着小虎啊 就是两只虎活动的比较多 你像这种情况发现了两只虎 嗯 我认为好像 你像这个是12月份啊 一般的老虎 11到12月份也是出于它的发行器 嗯 这个虎互相叫啊 也是这个有气味相互气 可能这个公虎啊 也可能和母虎呢 这个都一起活动 无独有偶的是 在新民村发现有两只东北虎在活动的第四天 也就是2005年12月10日 隋阳林业局辖区内这座名叫天桥山下的旅游点 随之又发生一起虎吃羊事件 当我们来到此地时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一年有余 但经历此事的这位堪养老人 却对当时所发生的一幕仍心有余悸 当时你就在这屋里出来 当时我 晚上到四天那种吧 就挺像呼叫啊 就像在屋里叫啊 呼一叫的是人量特别大 特别害怕 无论有小帽 吓了一小帽 吓了一小帽 都可那跑可那转 后来跑到那个冰箱 上面顿着去了 吓得顿着 连动也不敢动了 反正早起来 我一发现那么样子就糊死了 这糊瘤我就撤回去了 我就回家了晚上做事情回家了 从那我再也没上来 难道吃羊的 是从新民村跑过来的那两只老虎吗 当时得到这一消息后的专家孙海艺 带着这一疑问 又来到天桥山一带调查 很快 在前往天桥山封顶 寻找虎智阳现场的路上 孙海艺一行发现了几处东北虎留下的爪印 老师你看 你在这边看看 这个好像 不是原体的叶 就这个叶还是 这个是 这个是往回走的了 往回走的 这个好像是重量的 对 围着这个喇子转了一下 很快 在继续的寻找中 专家们在石喇子下的一个被阴处 找到了被东北虎吃剩下的羊的残骸 通过对残骸附近所留的东北虎足迹进行再次测量 孙海艺认为 吃羊的并不是在新民村吃牛的那两只东北虎 而是另外一只东北虎 因为它们各自的掌垫大小大不相同 半色虎蝶小艺 它都有一个小的掌垫 这个掌垫呢 它起码也得超过8个公分 或者是7个公分以上 这个是10公分这个 10公分呢 这掌垫10公分 这只虎蝶足迹 它这个小 那两只虎蝶足迹 一个是12.5公分 一个是11公分 所以说那不是那两只虎 到这边来谱出那个羊 有一次前 姬西市四山林场 发现了一大一小 家庭式东北虎种群 而此次隋阳林野菊 又发现了三只迥异的东北虎个体 这说明2004年冬到2005年冬 这个期间 很久没有虎出现的老爷林北部 至少有四只东北虎到来过 但令人困惑的是 它们到底是从何而来呢 由于1999年调查时 曾在老爷林南部山系 发现了四到七只的东北虎 而在老爷林北部山系 一只也没有发现 那么五六年后 突然出现在老爷林北部的东北虎 会不会是从老爷林南部千壮而来的呢 然而2007年下 当我们设置组来到老爷林中部山系的隋阳可东宁县一带时 我们发现 这种推测是错误的 因为老爷林北部和南部 虽同属一个山系 但由于中部一带的森林 在遭到大面积采伐后 大部分被拓为了耕地 因此也使老爷林原本完整的森林体系 被分为了南北两个独立的区域 而且这个缺口处还分布着大小不等 为数不少的城镇村屯 再加上两条高等级公路和铁路从此穿过 由此治理成了老爷林南部山系 东北虎牵准到山系北部的一条障碍和鸿沟 通过这张东北虎的分布图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说老爷林南部山系的这个东北虎种群 都不能到达北部这里 那么其西部和北部更不可能有东北虎到来 因为西北这两个方位 早在多年前就已经不是东北虎的分布去了 那么现在唯一没被排除的 只剩下这个与俄罗斯接壤的东部方位 难道老爷林北部山系频繁出现的东北虎 是从俄罗斯方向而来吗 当我们沿着中方防火通道 来到老爷林北部山系 与俄罗斯接壤的边境线上 虽然由于气宇朦胧 不能寂寞远望出去 但隋阳林野局资源科的王斌科长告诉我们 中俄之间森林植被在这里是一脉相连 没有隔断的 咱这个沿线的没有这个都打发开的 没有那个铁瓶网 不是高铁瓶网封闭的 所以说这个沿线呢 这个东北虎来回迁徙 因能不成问题 不成问题 听别人说俄罗斯那边 也设立了一个东北虎保护区 具体什么情况不知道 王斌科长所提到的 与中国老爷林北部山水相连的 俄罗斯东北虎保护区 名叫波格拉尼奇内 按理说 既然中俄间无任何隔离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老爷林北部 频繁出现的东北虎 看作是从俄罗斯迁转而来的 然而 当我们看到俄方对波格拉尼奇内 东北虎的调查报告后 又觉得这种推断似乎有点过于草率 报告显示 1995年到1996年冬这个期间 曾有四只东北虎在俄方波格拉尼奇内 出现过 但当1999年至2000年再次调查时 却发现他们消失了 那么俄方的四只虎去往了哪里 为此我们采访了俄罗斯首席东北虎专家戴尔 波格拉尼奇内的东北虎种群较小 只有四只 2000年调查 这里至少有一只东北虎被猎杀或套死 至于其余那三只 我们认为既可能在本地自然死亡 也有可能通过随阳 进入了中国境内 但由于中方气息地面积较小 这种可能性实际并不是很大 如果说2000年俄方在波格拉尼奇内 没能找到东北虎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进入到了中国境内 那么中方在这同期的调查中 就会有所发现 但令人困惑的是 在这期间 中方并没能找到东北虎 在老一陵北部 我们也一直做监测 也在到处寻找老虎 2000年的时候 我们老一陵北部也没有发现老虎活动 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这个老一陵北部再次发现老虎 是2004年的时候 才发现老虎活动 既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 2000年后 有东北虎从俄罗斯进入中国境内 那么又该如何解释 老一陵北部最近突然有东北虎 频繁出现的原因呢 这个一个原因是 当时那个地区可能没有活动 是吧 所以说你这个调查也得不到那个信息 另外呢 就是它的活动啊 可能是在边缘地带 所以说你调查 你没有涉及到它那个活动区域 也可能有这种情况 虽然这只是一种大胆猜测 但在隋阳林业局 发现有东北虎活动之后 牧林市所发现的一起 东北虎出没势力 似乎又佐证了这种推测 2006年12月 低处老阴林北部山系 西部边缘地带的 牧林市河西乡五星村陈志军家 在几天前 一只羊被东北虎叼走后 12月4日 它家的狗又被东北虎叼走 下午两点多钟 我在屋做吃饭 听着我的四条狗明明地咬 接着我又出来看了看 一看来老虎挺大的老虎 在抓我的牛仔子 下完了那场 这什么东西 打不敢打 接着我那四条狗 被老虎咬 接着它其中有一个大黄狗 挺好大 接着把那个大狗捏到 掐着后果梗子 掉了就跑伤去了 我们当时听到这个情况 也感觉到挺惊讶的 就是说这个地区 它多少年都没有发现过老虎 也没有老虎活动 就是老虎怎么能够 在河西乡这块出现 专家们之所以再次感到惊讶 是因为河西乡 位于远离东俄边境的 老伊林北部山系西部边缘地带 俄方的东北虎 不可能直接进入此地 如果说它是从中国境内 四山林场和隋阳新民方向而来 那么这两条公路和铁路 似乎又对它形成了一种阻隔 唯有把这只东北虎 看作是一直在这铁路西侧活动 只是刚被人发现 或许才能对所发生的一切 给出合理的说明 忽隐忽现的东北虎 虽一次又一次模糊了他们的来路 但并未能模糊专家们 对他们基本数量的判断 经过几年的监测调查 专家们认为 在老伊林北部山系 如今至少还存有 三到四只的东北虎 同时 就在老伊林北部 重新有东北虎出现的这几年 横跨黑龙江和吉林两省的 老伊林南部山系 继续频频有东北虎出现 而且数量已缓慢增长至8到11只 如果把吉林省浑春保护区所在的 老伊林南部山系的东北虎 与老伊林北部的东北虎一同计算在内 那么 如今 老伊林山系的东北虎数量已增为 十一到十五只 无疑 这里已成为 中国东北虎走出 并未困境的一个希望之地 一个本不该有虎的地方 却频繁出现猛虎 一条川流不息的公路 却没有挡住猛虎前行的脚步 那么到底是猛虎行为怪异 还是背后另有其他原因呢 惊喜收看走遍中国系列篇东北虎第七集 虎啸山林